好 拜登到中東 伊朗很生氣 說你什麼意思 你們要包圍我 你是挑起中東的緊張跟危機 當時我們還有協議 不發展核武 結果川普把它取消了 我告訴你 我現在核的濃縮又純度 已經提高到60%了 突破技術了 很快就要90% 我就可以做核子彈了 只是做不做是在我而已 我並不是說我一定要做 但是我告訴你 我技術已經可以了 伊朗很不爽 另外其實拜登去之前 我看英國的經濟學員就說 拜登這是不會成功的 預告就不會成功 因為已經知道那邊的反應了 連紐約時報都認為不會成功 因為沙烏地阿勞沒有 立刻承認說增產石油 所以我們還是要討論一下 等等OPEC Plus討論 OPEC Plus包括俄羅斯在裡面 另外沙烏地阿勞沒有公開支持 美國一直想在中東 組成一支包括以色列的 中東安全軸心國 比如在北約 在亞洲線也搞四方會談 還要搞什麼聯合演習26國等等 想在中東也搞 但是沙烏地阿勞沒有說我 當下沒有同意 以後不會同意不知道 因為沙烏地阿勞真的滿重要的 所以他沒有說好 而且中東這些國家原來都擔心 就川普時代 你們都要跑了 根本就不想留在這裡了 所以拜登說不會 我們不會跑 不會留下真空 本來是要留下的 但是一看中俄現在起來不能留給 我們跑了中俄就來了 所以我不是為了你們 為了你們好 我要留下來 是說不能把中空 留給中國跟俄國 所以我有中東五原則 你們是我的夥伴 我們要嚇阻打你們的人 我們外交要關係好 我們要整合 我們要有共同的價值 中東怎麼會跟美國有共同價值 這很好笑 不過反正不管怎樣 老美這樣去講 沙烏地阿拉伯說 我現在沒有無意增產 就之前油價推高 世界經濟不景氣 有可能市場沒有那麼大了 所以沙烏地阿拉伯的意思 讓市場去決定 不要我們一直在增產 一直在增產 油價將來慢慢 應該會下來一跌 你現在要增產幹嘛 所以聯合報社會論說 跟以前的中東已經不一樣了 拜登要勉強主導 也滿尷尬的 人家也不想 他又不好意思不給你面子 不過當然也有突破的 譬如說拜登從以色列 就直飛沙烏地阿拉伯 以前不可能的 哪有直飛 而且他不是說 只讓拜登這樣走 所以以後所有的航空公司 都可以 所有航空公司都可以從以色列 直飛沙烏地阿拉伯 以前像我到以色列的話 我要從約旦走 約旦走 而且護照是不蓋章的 另外搞一張紙 因為怕什麼 怕他們敵視 所以你護照商一蓋說 阿拉伯其他國家中東 看到你去過以色列 你就不要來了 我們從爹旦到以色列的時候 就是這樣 然後以色列再離開 再到中東的任何一個國家 他都要去檢查的 對 所以是第一個美國中東 這是一個突破 這是一個突破 當然其實現在 中東這些國家跟以色列的關係 跟以前比 改善很多了 其實改善很多了 不過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就是拜登跟沙烏地阿拉伯的 王儲穆罕默德 選舉的時候 拜登把這個穆罕默德 罵得簡直是人間魔王一樣 為什麼 因為這個穆罕默德 因為有一個記者你知道嗎 叫做哈少吉 是紐約時報的特約記者 是吧 華盛領邦 華盛領邦特別記者 他到了沙烏地阿拉伯 駐土耳其伊斯坦堡的總領事館 辦理可能護照要延期之類的 結果被穆罕默德 這小子我早就盯住他了 好 既然趕過到土耳其的 伊斯坦堡的 我們沙烏地阿拉伯的大使館 抓起來 秘密送回來 送回來以後 沒有 他是直接在當地的大使館 好不好 在大使館裡面 因為等於我的領土 奉行說在裡面弄了 我在想搞不好 偷偷給他運走都不一定 不管 反正就是不見了這個人 不見了 所以拜登在選舉的時候曾經說 我要把他打成一個 不兼容國際社會的話外之國 燒掉他搏 把你打成全世界都容不得你 就你現在居然跟他碰拳 這什麼 當然有可能說不握手因為染疫 所以 但是不管怎麼樣 就美國的主流媒體說 這個比握手還糟 握手表示之後 一般的禮貌 這個碰拳好像一個很親密 碰一下 很親密 還照相 一大堆 所以慘了 拜登現在被罵死了 說你為了去對抗中國和俄國 人權問題都不管了 為了郵價也不管了等等 回美國以後 每日郵報的記者 一個女記者問他 說你跟他碰拳打招呼 很多人批評你 你還沒問完 拜登就大笑 哈哈 說這個記者在說 你怎麼能夠確定不會有下一次的 這樣的事情發生 拜登說 上帝愛你 你問了多愚蠢的問題 我怎麼可能確定那些 我是表明了我們的立場 而且我講你如果再發生的話 還會得到像我們過去制裁你的回應 簡直是答非所問 賴庸平到底怎麼樣 什麼意思 美國到他有需要的時候 他就會去高舉這些大旗 覺得說只有我最道德 只有我最能夠替天行道 只有我最了不起 可是到了利益在眼前的時候 又不惜的扯破臉面 赤裸裸的跟你說 我就是講假話 我就是欺騙你們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玩弄的時候 他的權勢 還有他的影響力 又逼著你不得不對他就範 我真的覺得 美國尤其是拜登這次的中東行 真的徹底的驗證了 我們常常在我們華人社會裡面講的 就是金庸那個小說 到底誰是真小人 誰是偽君子 我們長期從以往傳統來講 大家都會認為說 我寧可跟真小人打交道 因為我至少知道說 你就是一個小人 我隨時刻刻會防著你 可是你作為一個偽君子 而且你這個偽君子的那個 價值 道德 判準 是隨時會變化的時候 你跟這些人打交道非常的痛苦 因為你可能在某一個部分 覺得你可以真心相信他 轉頭你就被他出賣 我覺得這次他的這個中東行 第一個我不曉得 拜登的幕僚是怎麼想的 他們難道真的以為說 當西方國家在俄乌戰爭的 這個問題上面 因為被美國舉起了 道德的大旗 民主的大旗 然後進行了一個道德綁架的時候 你在西方 你在歐洲 你還面對到的大部分是支持你 這個民主價值的一些想法 比較相同的體制或者是國家 所以你可以把它聯合起來 可是你聯合起來的後果是什麼 後果是烏克蘭今天還是很慘 我們上一個階段已經討論過了 烏克蘭還是沒有得到你美國 以舉國之力來幫忙 你美國這樣輕描淡寫的 給他一些武器 給他一些晶圓 你得到是什麼樣的惡果 還是烏克蘭人在承受 好了 你到了中東去以後 你在有奪魂拒之稱的 這個王楚穆罕默德的時候 你就破功了 他跟你拜登五原則 他跟你哪一點價值有共享 對不對 他是一個不惜 這個逼迫新聞言論不可以有自由 然後把一個記者可以殘忍的 在大使館 他是派出一個暗殺團隊 當時西方為什麼認為 他就是在當地殺的 因為他們有找到他一個 那個手提箱 裡面是所有的那個器材 而且他們有去查看那個排水溝 裡面有弄到毛髮跟血跡 也就是說這樣子一個可怕的行徑的 你今天都可以跟他打拳 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相關新聞 拜登從13號展開上任後 第一次中東行 先是與以色列總理拉皮德簽協議 防止伊朗獲得核武 但是兩人顯然意見分歧 兩國在對抗伊朗方式上不同調 但拜登接下來還得從以色列 直飛沙烏地阿拉伯 去跟與美國關係惡化的沙國王儲 沙爾曼會談 拜登跟沙國王儲談論備受爭議的沙國記者 哈少吉遇害案 會後雙方雖然發表聯合公報 強調共同應對伊朗威脅 但公報內容用詞含糊 也沒提到外界關心的石油增產 對區域安全跟能源議題顯然潑了拜登一桶冷水 原本想宣誓美國持續參與中東事務的決心 只是從以色列到沙烏地阿拉伯 拜登的中東行似乎只碰了一鼻子灰 我覺得你從拜登的外交政策就可以看到 從他上台到現在 他試圖要去彌補過去川普在走單邊主義的時候 留下來的這些國際上的空缺 因為在這段時期裡面 很多的國際組織 不管是國際行政組織 農糧組織 中國都進來了 所以他試圖在回復一個 所謂的多邊的這樣的一個模式 然後希望能夠進行他心目中 所謂的這樣的一個維堵政策 可是這個政策到了中東以後 這是完完全全的深水區 大家不要忘記一件事 其實美國在這裡面 扮演最深的角色 就是所謂的伊核協議 伊核協議的過程 其實我相信中東的各個國家 他們都歷歷在目 為什麼 一度快要談好了 但最後川普退出 所以所有的中東的盟友 第一個問題一定會問一件事情是 你拜登能不能夠持續下去 你的執政優勢 如果不行 我們現在所談的這個部分 會不會到未來又有可能被翻轉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你另外來要求我的是 我們剛才在談經濟制裁 我剛剛隨便想了一下 當初二屋戰爭的時候 大家都講說核彈級的 SWIFT的經濟制裁 非常非常的嚴重 可是你可以看到 歷史上有被經濟制裁的國家 古巴 伊朗 北韓 這些國家有哪一個國家 真的因為制裁 而到現在消失在所謂的 這個世界的版圖裡面 看起來是沒有的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問題裡面 你今天如果要求中東 我希望你們幫忙協助增產 而這個增產是因為要降低油價 然後讓我美國更有底氣 回復到所謂的指揮官的 這個角色的時候 中東人會有一個問號就是 這跟我的利益無關 這跟我的利益無關 而你又想要在我的中東 成立一個所謂的共同安全的 這樣的一個組織的時候 這時候裡面最關鍵 又最麻煩的角色就是誰 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曾經講過 如果伊核協力談不出來的時候 我以色列 我會用我自己的方式 比如說甚至出動轟炸機 自己處理這件事情 試問如果以色列 都講了這樣的一個話的時候 中東國家有可能跟以色列 一起站在什麼 站在一個相對比較共同安全的 這樣的一個團隊裡面 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還有就是 而我相信中東國家在這裡面 他對拜登的某種程度的沒有迎合 我覺得也代表另外一件事情 是他們對於川普的恐懼 川普在任內其實對以色列 做了一件事情 把整個中東國家都惹怒了 就是他承認耶路撒人 是以色列的首度 這件事情讓中東的國家 非常非常的憤怒 所以在整體的 這樣的一個狀況裡面 他現在一定要有什麼 我一定要有籌碼 去因應美國有可能的變局 然後再來因應 未來有可能的談判 所以我想中東在這一次裡面 沒有辦法拿 拜登這一次在中東 沒有辦法得到他想要的 我相信這整個環境就說明了一切 好吧 哈少吉跟拜登見面的時候 他否認 他說我沒有殺他 你不要亂賴 而且你美國 不要把你的價值觀 強加在我們身上 就像你要加在伊拉克 阿富汗一樣 美國沒有犯過錯嗎 沒有犯過錯嗎 我不好意思講 我只殺一個人 你殺多少人 你伊拉克你把海山怎麼幹掉的 你那個暴行多可怕 你殺了多少人 所以你在伊拉克也犯錯 你不是美國沒有犯錯 你講我講 講什麼 他的陣陣有詞 紐約時報說 拜登為了遏止中國跟俄國 被迫與沙烏地阿拉伯的獨裁者共舞 除了能源合作 另外就是華為在中東 已經取得重大的進展 美國雖然答應他們 說要給他們新的5G 6G的設備 但是他們已經講了 我們不會排除中國 所以美國很怕 另外英國的前首相布萊爾認為 中國的崛起 西方統治時代已經接近尾聲 不可能像以前那樣的 所以將來世界不是在一級的 可能在兩級 甚至多級 印度也可能起來 不是只有你中國 印度現在很厲害 尤其高科技類是很厲害的 所以說要是否給他們 你們能夠找到一級的 或許多大學 是否則會不會讓人生 成功的 跟俄國會 都在這兩級的 並立即上 另外一級的 昂貴 成功的